今天是《十六比九秘密基地》的第二集 我們今天有陳果導演和任俠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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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Sir你好 任俠你好 我是十六比九的Yoyo風 因為我們又在網上 看看有沒有觀眾有事想問你 我叫他們問了一些問題 好 那些人就問問你 那些東西可以隨時改來改去 是不是你的拍攝風格 喂 這個是所有電影的 香港電影就有這個奢侈 你去到別處就沒有這個奢侈 改來改去就沒有的 你現場 你想突然間 嘖一聲 我覺得這樣拍得 譬如我拍《三夫》 拍《三夫》結尾那一場 小美不是走了嗎 走完之後 然後我又有一場 他走完大… 那個叫什麼 大澳 大澳之後 然後坐在船上是晚上的 晚上坐在船上 去到沒有方向地 究竟去哪裡 但問題是說 哇 晚上怎麼拍《三夫》 《三夫》打燈嗎 所以那天剛才拍《三夫》 他來的過程中的時候 我看到剛剛是五、六點的時候 開始黃昏時 我立刻改變 把結尾那裡拍下去 不要在夜晚拍 那裡就變成… 即是你說披著《紅色布》 叫《港珠號》帶著那一場 《紅色布》劇本都沒有 是啊 不是 劇本好像有的 我故意一定要《紅色布》 我故意有的 但是那場戲小美都不知道做什麼 你叫做什麼 他完全都… 他知道我的性格 又免得問我 為什麼要這樣 那些語言會問你 為什麼要這樣 導演 你可不可以跟我說 那些前因後果呢 說得來 天都光了 說什麼不說 你怎麼做怎麼做 看著那個海 他一句話都沒有問 一句都沒有問 我就任我們拍 我兩部機器 我拿一部 Benny拿一部 拍拍拍拍拍拍 然後那段時間 所有人不知道我拍什麼 演員都不知道 我做你做什麼 做什麼做什麼 喂 這個就好 為什麼不能改 那這個 你說是什麼 奢侈嘛 改來改去 奢侈的意思就是你改 你慢慢改 改完之後 不是 奢侈 這種奢侈其實是幸福的 這種改來改去是幸福的 因為出來最重要是電影 已經是你想表達什麼 你跟著導演 我不覺得你跟著劇本 跟著劇本拍會 升上神台 我又不覺得 我想他的問題是說 為什麼會說奢侈 因為我覺得是一種 奢侈的意思是 你去別處 你想改也不讓你改 因為過去的河里會拍戲 那時候 那時候就不讓 我想改一點都不行 哇 改好看一點 他又不能找 接著又要找到監製簽名 又不知道 很麻煩 我覺得香港拍戲真是奢侈 一個制度 它有一個很完整的制度 片廠制度很完善 變成我回來香港 我拍的時候 我就覺得 咦 我們多好 你想怎樣就怎樣 你喜歡明天拍就明天拍 但另一件事 就是因為香港沒有工會 所以你才可以 對 我的製作其實是工會 所以是 有得改 我覺得是奢侈 對導演來說 當然是 好 還有呢 我問一下其他問題 這個是讚你的 我照說 他說他解釋不了 為何他很喜歡果Sir的戲 他問你的戲落了什麼 藥 哈哈 這是問題來的 這個 這個 起碼我的戲 方式不夠 很豐富的 你看完之後 你外面又看不到 因為香港 獨特 因為 香港沒有人不拍 是我拍這一類的 我說的社會問題 雖然很沉重 但是出現的感覺 又好像 沒有那麼沉重 那 變成了 這個 這個電影的奇怪之處 就是說 你沉重的主題 沉重的人與人之間的 但是你可以拿另一種方法 令到那個電影看下去的時候 沒有那麼沉重 這個是 我覺得 這個與性格很有關係 我們面對的事都是很沉重的 但是我們又不覺得我要 吃糟糕的樣子去拍一部電影 就是我要 有些幽默感 有些開心一點 現場我雖然都 有些反叛 我想阿國還反叛 反叛就像阿爺的 阿爺都很反叛 阿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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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阿爺 你阿爺 你阿爺 大家的阿爺 大家的阿爺 好 還有有人問 他說 為何你不說 不喜歡我們的問題 他現在問是嗎 問是嗎 可能真的沒有 阿爺 阿爺用忍性來形容 他問九龍不敗為何這麼瘋 九龍不敗 原意是否想這樣剪 其實是這樣的 我剪完的版本 大陸那邊都OK了 某人喜歡 不如把文器剪完 撈回打就算了 天天在剪 那時我都爭奪很難 我問為何你要將一部電影 這樣都可以賣錢 我都不太明白 其實後來我是沒有理會的 給予別人剪 給予別人任剪 現在出來的版本 最好笑不是 最好笑的 我在上海做首映的時候 Anderson 黑偉 不懂 那個其中一個主角 在美國來的主角 Anderson 那個MMA那個 MMA那個 在上海看完之後 直接呆了 快到正常 說甚麼說甚麼 正常是很慘 所以 這個戲 其實 不關我的事 我差點說 不如不要出我的名字 但我覺得算了 沒甚麼所謂 你罵我都可以 總之 我告訴你 不關我的事 是因為我真的不是社債 又是真的不關我的事 哈哈 哈哈 這個算不算推卸呢 我想 連你的地位都沒有最終剪接權 原來這是一個香港電影 是呀 很大的問題 我拍完那部戲 我領會到一件事 其實就是原來香港 不過我也很羨慕 很多 即我們同行那些 可以跟這些主流公司 可以交接這麼久 當然可能他們有了名字 沒有那麼痛苦 你也有名字 我出現電影 就成功 但他不算乃月凌晨 乃月凌晨也算是出現電影 也算是成功 香港也有2500萬票 他也不算這些 當然是把他的片段剪來剪去 那些老闆是 原來有這副癮的 即是人 不是 權力欲 是呀 任何人都有 其實他是一個慾望 所以 但又不知為何 有些人說很喜歡九龍不一敗 我又很不明白 你又會不會看電影 又說這裏都有人說 有很會看電影的人 都說很喜歡九龍不一敗 我們都知道 你都明白 因為我自己的心血 我看到展廷這樣 其實我是很 即是都 哎呀 都救不了一部戲 你又可以去死 但我只是知道心裡又想 他就說如果這部戲都能收到 我以後應不應該拍戲 我想過這個問題 幸好他不能收到 很難再去不能收到 搞得不敗不能收到 是大死的 你知道嗎 那時候我在上海 我跟伊東說 你有沒有看過現在這個版本 因為他來香港看過版本 不是現在這個版本 他說 你有什麼版本 我說 我調來看看 你調來也沒用了 你都受到手影 哎呀 很難悲慘 拍這些主流戲有時 那些老闆 麻煩你給我一條生路 我哭 你剪的時候 你會有條龍飛過 嘩 那拍到第二集 那拍第二集 第二集是什麼 九龍不大拍第二集 有人這樣問 不過我問回很多人 第二集 第二集 部戲都不成功 怎可能讓你拍第二集 還問洪輪 洪輪也有 洪輪是最多人問的 因為剛才都是說的 洪輪我也奇怪 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看 但是他又不屬於混合片 也很奇怪 因為他都很正經 只不過題材 沒有那麼主流的意思 其實內容是主流的 一個經 一個經 都要正經 Space Oddity 唱 不是 但是整個戲 你不是玩到很 很離題的 他只不過 拍一個 打完外國 拍一個未來戲 或者科幻片 很容易 你就當科幻片 沒有錢的科幻片 但是你也很離經半導 這樣拍法 當然你玩得我 我當然是說 喂 我不同玩法的 那 那我又不覺得 他是很混合的 我先說一下 為什麼不拍第二集 其實這個問題是 這幾年 也有很多 粉絲 喜歡這部戲的觀眾 問這個問題 其實不是沒有搞過 三四年前 我們曾經搞過 當時整個形式都出來了 就是我們要玩新形式 這部戲應該怎麼拍 怎麼做 其實是想過的 後來因為 因為計算完之後 因為其實這部戲最大的消費 就在哪裡 發展的地方就是特技 嗯 就是你拍一條街 沒有人 你疫情那段時間出去拍 是拍到的 嗯 但是你 再繼續拍 就覺得你又重複 所以我們沒有想著要拍 就想著說 翻出九龍 可能冰天雪地 形式上不一樣 所以去檢查這個特技的時候 嘩 又很貴 嗯 當然可能有個 有個硬碟 有個程式是做冰天雪地的 那些按一下就全部變 不行的 那些 很假的 不是很假的 很假的 這些假的可能就變成交片了 你又錯了 你又 可能我們更硬用的話 其實我們不試 你是可以做的 譬如說後面 我們走不去的 你就拍照貼在後面 所有照片 順便加了公 加了雪 你做的 景深透視 做遠一點 你其實可以節省很多錢 我不走過去就行了 永遠在那裡 很多東西都是這樣拍的 就是以前的說法叫做 繪景師 繪景師 或者叫做 後面 什麼 偏向 對 對 就是放一條片 在那裡都可以 以前荷里會拍 連車那些 不會真的出去拍的 是我們香港 往往出去拍的 現在荷里會所有東西 基本上不動 大明星難搞的 你坐拍 接 找東西做 其實這樣可以的 不過這件事要解決到 就是說 當然事後去都要搞個特技 但是你自己買不買 其實我們去 如果去到這個話題 肯去 可能會節省很多錢 但是 這個其中一個技術問題 我覺得容易解決的 其實不是這個問題 是一個 社會撕裂的問題 社會撕裂 黑白分明之後難拍 因為以前香港還有一些幽默感 可以避免一些社會問題 就是避免一些社會問題 但是現在就不行了 現在很難的 你 你哪一方的 你什麼顏色 你就很煩了 我沒有顏色可以嗎 不行 白色信不信顏色 都是顏色 那黑色呢 黑色更加是 黑色更加要打 所以變成 因為有顏色問題 我們就很難去 在中間 站在一個 有一個角度 去 去評論現在社會的問題 這個是 很麻煩的問題 如果讓你拍多次《紅磅》 這個穿物點會不會不同 當然永遠不同 但是這個問題 又關乎製作問題 製作呢 無論你怎樣拍 它的用費 一定會貴過一部普通電影的 貴過一部普通電影的時候 你主要 一貴過某個位置 國內音上不了 其實很多製片人 就會放棄這個項目的 即是 大家估不到將來會賣多少錢 即是你預計不到的 變成很多數 計不到下來 就沒有人肯拍 這是一個 幾大原因 所以你說拍一部這樣的電影 多難才能拍到 我覺得當時沒有大陸市場 都肯開了第一集 其實我也覺得很勇敢 所以我拍一拍 我也覺得這樣拍下去不行 很浪費 我拍一拍是追來追去的 裝甲車 拍到後來我也覺得要停 不要再拍下去 因為那些追來追去的 都是花嘴 不好看 所以我拍一拍就改了結尾 剛剛那個人問 經常改來改去的那個項目 我紅車 我紅車是改了的 改了每個人說出去的心聲 一日要逃離大埔 逃離大埔就等於現在的移民 那你是否真的捨得離大埔 那一拍每個人不捨得離大埔的心情 那又很容易感動到人 所以我紅車拍一拍 後來是轉了的 不走那隻 叫做官能刺激的東西 嗯 那這次 現在拍《鬼同你住》 剛才問 你為何覺得《鬼同你住》 那又不同 因為這部始終都是一個主流類型片 但我也感謝投資者給我 用我的 就是 就是 Angle去拍一部主流的 就是類型片 當然我是很滿意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件事是 導演最喜歡的 你把一些社會議題放進去 這個問題也有很多人問的 因為你知道《凶宅》 其實很多所有的鬼片 大部分都是用《凶宅》來做出發點 出發點 為什麼呢 你入屋就有鬼 當然也有很多 外面那些高昏野鬼 高昏野鬼 不過我就利用了 既然你又拍《凶宅》 我又拍《凶宅》 我有什麼不同呢 我要考慮這個問題 所以現在你說 這部戲出來 我覺得無論如何都很滿足 不過你說是不是當混 其實有些地方都有點混 譬如阿車說開啟 我覺得都很混 這裡都不混 就沒有東西可以混 加上結尾 結尾也很混 也很好玩 那 是吧 是差不多的 有沒有關於電影 混合片的東西想分享 混合片的分享 差不多吧 近年混合片也不是很多 是啊 近年是少了的 但是混合片是事後的 混合片都上次的 因為未發生 有些事情真的 混合片真的不是說 我故意要拍一部混合片 是啊 不是當下的東西 即使美術 美學搞到 古靈珍貴 都不是因為我想拍一部混合片 是啊 沒有人會想拍一部混合片來拍戲 混合片真是你不小心拍壞了 或者未到程度 很少學雞 是嗎 但是買 那又未到 Rocky的Holo Picture Show 有不少學雞 是啊 那也不少學雞 但是你要事後 你要事後找 即是時辰未到 是啊 即是時辰未到 是啊 大家都有機會 他跟狀鬼一樣 在時辰未到才會見到的 Rocky的Holo Show 那些東西很抱的 是啊 但是他當時是不受待見的 評論和票房 大家不懂得看 可能他走得太前 是啊 某程度都有前位在 就是文化未接受到 他可能是 但是你說70年 不是的 你可能60年代 剛剛Hippies 那時候接受到 他70年代 可能又不行 因為他75年 是啊 所以你有時都不明白 西方那個 他們的觀景 那個 那個 跟我們有甚麼不同之處 那當然我們 不是生去那個年代 這個戲是那個年代 已經出了 是啊 而那個年代 得不到一般人接受 去到我們那一代 我那一代 比他那一代 又早很多年 是 我看的時候 已經是 已經被 叫做 復為經典的 經典的了 我們再看的時候 我們 我們看的時候 我們 即是沒聽 不是 聽過就沒看過 一看完之後 哇 真的很厲害 這部 和其他 是不完全 不一樣 是啊 很冷 真的不一樣 你看完 你有機會再看 你都覺得 當然幾十年沒有了 我起碼二十年沒有看 我不知道 今時今日再看 會不會 再看是甚麼感覺 當年那種心情 我不知道 因為現在又大了 社會又不同了 很多東西影響你的觀影經驗 但是我看近年那些 混音的榜單 都沒有這部電影 我都覺得很奇怪 你起碼你這個 但你把電影是 混音的 你真的可以當不是混音的 你都說 很快的 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 他完全不混音的 可能就因此而甩掉了名字 他脫離了現代 脫離了這個混音 即是在光譜上脫離了 他不是正正符合 這個定義的 每年都有人重映 會像一個傻疤一個教派 這就是影迷的問題 不是部片問題 是的 混音是因為大家 像拜一個邪教一樣 每年都要翻看 但很多人喜歡 不可以算是一個要素 如果不是MIRROR也很混音 不不不 他當時不受待見 邪教也是你說 埋了一張房間 都是很多人相信 但他不是主流的教派 電影都是一樣 他擁立了一小撮的 例如有一套叫 The Big Labrowski 即是高彎兄弟的電影 謝夫布列治飾演一個角色 就叫The Dude 現在就有一個The Dude教的 就是所有人很認同他那種生活方式 就是什麼都不理不找工作 就是喜歡做什麼做什麼 就是每天都在家打草 就是去打一下保齡球 就是所有人覺得 其實我不用努力 我應該好像The Dude 那樣生活也很有型 那直接有一個The Dude教的 就是好像信耶穌那樣 他做禮拜 他是有一天 每年有一天 或者每個禮拜一天 大家要去拜The Dude 這個角色的 他也是一套混音片來的 他形成了一種文化 一種邪典文化 一種邪典文化 其實在這個文化的印象 現在是 我覺得已經形成了 但是形成了 太多人很容易拿來 去亂講定調 是啊 我覺得 MIRROR很主流的 你剛才說 所以他就 不是擁立了一小傳 很主流就不算混 主流就不混了 是一小半發人開始喜歡 然後影響很大 很大部分 流傳下去 流傳下去 一代一代 你又覺得 咦 為什麼你們覺得他很混 那些東西自然有很多問題會出現 果Sir 你的電影算不算不大眾 你覺得 不是那麼容易令大眾接受 算不算 也不是 我的電影很容易 不過我沒有明星 你又不肯入場 我的電影其實是很容易看的 有明星 不是 以前那些 我都是素人多 它不是一個主流電影 你知道香港 主流電影和不主流 是分別的 因為我們的恩賞水平 是抗拒非主流的 因為香港那麼多年來 你生了遲 你問你爸爸 其實香港嚴肅的文化 是流行不起的 全部都是那些 叫做真正的流行文化 嚴肅文化 嚴肅文化屬於哪種呢 屬於一些 嚴肅的 學術性 學術性的 或者是很正經的 但是這個比較傳統 反而那些 流行文化就比較容易 所以當我們那個年代 起的時候正正是香港電影 非常改朝換代的時候 有新浪潮帶出另一個潮流 這樣呢 一勁下去就沒有人有時間去 像現在拍攝人民關為的電影 基本上沒有人會做 因為大家都走那條路 那條路夠公開 什麼差的人都拍攝那些電影 原來才知道這個世界有很多種電影 你也可以這樣拍 我也可以這樣拍 這個韓國就做得比較好一點 韓國電影一向都有 但是它沒有像香港電影那麼厲害 但是後來韓國電影一起飛的時候 它就主流和非主流都共存了 是 當然它的市場比香港大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我們香港難以跟它比較 所以香港的這五年 有沒有五年 從什麼電影五部開始 首部劇情15年開始 所以現在的導演才可以 拍短片和演員 現在不拍短片好像不懂拍戲 很多導演都要先拍短片 這個風氣台灣已經很多年了 為什麼台灣的電影近年又很厲害呢 所以這個就是贏了香港 因為香港你一堆人 就去拍人民關圍 個個都拍人民關圍了 死了 變成全部都 低層次的人就可以出來 低層次的故事 關懷的人 那些就可以出來 你出一兩步都沒有問題 但是你一步都是這樣 觀眾都會很厭 所以這個又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至始終觀眾都是要新鮮感 觀眾是想娛樂 我覺得多元化是最重要的 你有你拍 我有我拍 我覺得慢慢會改變 當你又是拍這些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導演本身 因為我是導演會 我又教過 我一直看他們的劇本 我說還要拍這支 還要寫這支 嗯 你寫這支沒有 別人不會讓你 拍到 因為我們30個同學 30個同學就要經過一次比賽 然後選10個出來 才讓你拍的 但是10個 你要犧牲20個 你拍什麼可以得到10個之內呢 通常我們的故事經過 你拍這支 哇 很文青 你進不去的 很難的 極難 那麼去到哪裏 去到一定是很主流 很主流就 有些動作 有些古怪的東西 那些是最容易進的 那些是最容易進的 所以 沒有辦法 主流是這些先行的 沒有辦法 你人蠻關為 你拍短片 你自己先拍吧 但是今屆先行潮多了類型片 都已經不是全部人民關係 應該是 已經開始轉變了 因為其實多元化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 什麼都拍得 什麼都想得 有恐怖片 有戲劇 有沒有另一個 改變呢 我不知道 但是整體上 現在的技術 都不差了 不差 年輕人雖然未必進入主流 但是他拍indie 或者自己學習 或者怎樣 他現在學習都很快 是啊 很害怕 我覺得不是太難 只不過就是 你怎樣給他第一次機會 然後在有限的預算裏面 做出一個偉大的電影 這個是反而… 都是首部劇情片 先浪潮 但問題是我在想 如果沒有政府這個首部 那你怎樣走呢 又是十六比九 可能死了 十六比九 大家自己都在找出路 都想不依靠一些官方的途徑 對… 因為有些是不健康的 但是挺難找的 一方面 還有創作自由會有一定的限制 其實去年 疫情很嚴重的時候 我們電影的導演 或者叫做… 我年輕導演 都會有一個很大的思考的時候 就是說… 傳統的公司一定是這樣才能拍攝 如果沒有了這群人 你怎樣呢 這個是一個… 即是沒有了老闆你會怎樣呢 這個很難 這是一個死局 不是 我覺得完全不是死局 因為現在有這麼多傳播室 以前說有老闆要供應 要供應 如果你不做主流 那你也不是的 你也要找那筆錢來拍 因為香港太貴 中籌 現在有中籌的平台 中籌就可以的 我覺得中籌很難維持得很久的 即… 那你拍開了一部兩部 你拍了一、兩部就容易囚 你每次都囚 喂…我不是慈善機構 電影乞丐 你漏了沒有… 你救了沒有… 你… 唉… 一、兩部就容易 長遠不是辦法 你為何有什麼醜 長遠不是辦法 有醜 除非有一部中籌 你賺了很多錢 接著就分給大家 然後用這筆錢 再拍一個更好的 這樣輪下去 不… 生活就是要靠這些去… 你才輪到下去 你一部死了 第二個老闆就不會來 中籌你也不會給 大哥 所以賺… 馬油要錢 你日日伸手拿錢 你媽咪… 你日日和媽咪拿錢 媽咪都… 其實是很難改變的 一計長遠就… 有難度的… 作品啦 你都可以喝一堆… 你都可以喝一堆… 像溝片一樣有粉絲的… 不是 我要找個富二代 我沒有… 不是 現在拍戲 基本上容易了 即是這些機器… 機器都可以拍 你不需要用… 每次都用大機那些… 這個就是… 我覺得都改變了 他們這班人的… 他們這班人… 導演 你這部機好像差一點 為何不玩一些… 他們經常覺得… 拍拍一下 導演 你這部什麼機 他們覺得很多東西 是不可以參差的… 你留美 我都未出聲 你出聲 每個他們很崇拜名牌的… 即機器… 我見過很多新導演的… 哇 這部機器可以嗎… Derek… 連連叫我買一部… 你又開靈跳給它 Derek 今天這個航拍和航拍… 和航拍和航拍有什麼不同呢… 它是不同的 貴了一點 那我說 是不是4K 是4K 那就可以了 他說不是 有些位置是差一點 那你每年都叫我買一部… 搞一下就買了幾部機放在這裡 其實第一部的航拍是… 出來的效果是一樣的… 都是這樣激素的… 它是有一件事… 你明明沒有用的那一件事… 有什麼不同呢… 所以… 哎呀 無辜辜辜辜辜… 是不是機器L… 不是的… 不行啊 不像拍戲啊… 玩些大機現場威風一點啊… 就是他們要威風的嘛… 我今天做導演了… 我要大機… 即是… 空一空你… 他不是空我… 他想表現自己而已… 他不需要空我… 我太習慣這些… 你空得太多了… 就是虛榮吧… 也不是虛榮的… 他踏入這個影壇… 第一次去做… 這樣有… 有能夠展示是最好的… 有的 有這種心態… 不過這兩年可能改變了… 因為他們以前很流行找大師做攝影師的嘛… 做完你就知道… 是啊… 做完就… 大師是很難服侍的… 沒有話語權… 不是 大師是很難服侍的… 你跟大師聊天… 是… 他可能覺得… 你不懂的… 不夠… 不正確… 他就有很多事情令到你… 你想這樣就不行的… 所以… 除非一個很… 就是… 有… 就是什麼… 有得談的大師… 就是有得談的大師… 你只是大師而已… 但你的人不像大師… 都肯定跟我們溝通一下… 這個… 好像萬中無一… 有得談的… 這個也很難的… 所以現在我覺得… 他們都開始不崇拜這些了… 就是不崇拜經歷… 不崇拜大師… 不… 他們都肯定做一些… 你不是做好抱的… 都可以做到的了… 其實… 同輩人在現場想… 經驗是不夠… 唯一是經驗不夠… 嗯… 因為… 很多未畢業就已經… Fee Lance 出去拍攝影拍廣告仔… 攝影特別多… 其實這些東西很容易學的… 其實都不是很難學的… 其實這次我拍《鬼同你住》也遇到一個問題… 我們… 他未認識… 未拍過鬼戲… 他不知怎麽打燈… 當然有一個套路的… 但這個套路你都可以打破的… 你只要你覺得… 空給我看就行了… 至於拍出來有那個效果就行了… 對…但這件事老實實… 那些老人家… 走了那麽多年… 他固然這樣打… 都有一個… 他都有一個學習過程… 那這件事擺了那麽多年… 你又不要說去屎… 或者舊… 催利不將… 舊就舊的好用… 有什麽問題… 還有快的… 即是我們亂撞也覺得很慢… 人家前人做的那些事不是白做的… 人家積了那麽多年經驗… 可以有他的道理在這裏… 所以你是反得… 你不能反得完… 有些事… 都經過幾十年的發酵… 才今時今日在世裡… 你不可以… 我要改革… 我什麽都不要… 我要… 那麽你可以全部自己重來的… 你自己做都可以的… 但問題是有些事實不來八的… 其實都不是太… 太過… 叫做… 我覺得經驗有好處… 就是入一個工業… 例如… 我試過拍一部電影… 就是跟一些美術家說… 喂… 打人… 那支棍子上面… 或者… 動作上加一些力量粉… 他們是不知道什麽是力量粉… 因爲我跟過阿果那些就知道… 噢 他們不知道的嗎… 不知道的 我說加一些力量粉… 什麽是力量粉… 即是爽身粉… 即是你一打… 那支棍子上加一些力量… 對… 那支棍子上加一些力量… 但現在因爲你香港電影… 沒有什麽動作片… 特別是新的電影人更加少拍… 你跟他說… 喂… 我打人… 放一些力量粉… 即使是假打… 也有個力量… 不要緊要他拍完你那一條… 他已經關掉了… 所以這些是經驗的傳承… 這個變成是… 很多時候都是… 邊學邊做的… 主流工業當然就會… 學多一點… 快一點… 因為你一部戲 你基本上知道發生什麽事… 是的… 跟一部戲… 多謝任俠… 多謝果Sir… 好… 大家看鬼同理主… 記得了… 還有看16比9… 好… 謝謝… 謝謝… 收到結束… 夠了… 找到 cái synergy… 很感動… 各方…